紐約交通官員星期三表示 每個工作日有超過200萬人乘坐巴士 但幾乎有一半乘客沒有支付車費 但都會運輸署MTA估計 今年3個月大約有47%的巴士乘客投票 該機構領導人警告去年這種行為0MTA損失3億元 並稱這種日益嚴重的問題 增加加劇MTA的財務困境 為應對這個問題MTA計劃在巴士上 部署更多紐約警察和額外的MTA檢票人員 在2019年MTA官員估計有25%的巴士乘客投票 新冠疫情後情況有所惡化 部分原因可能歸咎於MTA 在2020年暫時取消了所有巴士乘車收費 並令乘客從後門上車保護巴士司機免受新冠感染 除此之外 自去年以來MTA實施了一項試點計劃 令5條巴士路線完全免費 這可能亦導致整個系統的投票行為增加 該計劃將於9月結束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